Hello B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本次我们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给大家来去介绍一下PyCharm的安装 因为有些同学在安装过程当中的话呢 也遇到一些问题啊 我们简单给大家来去介绍一下 但是我们在介绍PyCharm安装之前呢 我首先去给大家来去介绍一下 Python和Accorder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因为有同学问的 Python环境安装了 那还有人听说过Accorder 那Accorder的话我们还要不要去安装呢 其实啊这个Accorder的话呢 它跟我们Python之间 你可以选择一种安装方式 因为这个Accorder的话呢 它相当是一个集成的一个包 上一个视频当中 我们给大家来去介绍了PyP 就是PIP 它是用来去安装第三方的一些包啊 或者酷的一个方式 就是它是一个包的管理器 那这个Accorder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已经把常用的一些第三方的 都给你集成在这个里面了 所以它两个区别就是你如果单装Python 它相当是一个轻量级的 里面如果需要第三方的东西的话呢 你自己再通过Pyp来去安装 而这个Accorder的话呢 它不是 它给你集成了一些常用的 比如说数据分析里面常用的一些包 基本上里面全部都有的 所以的话呢 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 然后来去安装 但是呢 只选择其中的一个就OK了 不要两个 最好不要两个都去安装了 比如说上一个视频 我给大家演示的是 安装Python的时候 我里面本身的话呢 也有一个Accord 但是呢 我装完Python之后呢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两个的话呢 你都可以用 虽然是啊 但是在哪儿 在Windows当中的话呢 你再去使用的时候 如果在终端输入Python 那你只能用一个 所以如果是Windows系统的话呢 大家就只安装一个就好了 如果说我想省事一点 然后一些包我不想再去装了 那你就安装这个Accord 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重量级 它携带了一些包在里面了 你就不用再去管理了 如果的话呢 你想用什么 我再去加什么 这样就比较灵活了 那你就直接用我们Python环境就OK了 好了 那这个完事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去说PyCharm的一个安装 首先来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PyCharm它是一个什么啊 它是一个开发工具 其实啊 在我们的终端上 也可以去开发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块的话 输入Python或输入Python3 我们就进到这个里面了 我们可以去输入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就输入一个hello OK 但是当你一退出 你输入的内容都没有进行保存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的话 学习啊或者什么都不是很方便的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 可以从这种集成开发工具开始 因为这个工具它集成了我们终端的这些页面啊 然后等等 我们先从它的下载来去看去啊 然后如果说想去下载 我们在这个公众号这一块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下载的链接 所以我们就跑到这直接粘过来 来去看一下它下载的这个链接部分啊 好 大家打开了 可以看到啊 因为我的系统是Mac系统 所以它默认就选中Mac 当然在我的这个链接上给大家提供链接 它在这也是section等于Mac 如果是Windows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啊 它链接这一块的话 这个section就会变成一个Windows 当然如果是Lineus的话就会变成Lineus了 那你选择去安装就OK了 但是在安装之前 简单给大家来去介绍一下 这两个版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 嗯 我先放大一点啊 这样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好 第一个叫Professional 第二个叫Community Professional的话呢 是进行科学和外部开发的一个环境 都是可以实现的 它可以开发一些网页啊 JS啊或者Circle的一些支持 也就是说Professional啊 它是一个集成了东西比较多的一个这种版本啊 所以这个版本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付费 你可以去免费试用30天 30天之后呢你就要去付费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版本叫社区版 然后我们叫Community版啊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Python的开发环境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不像这个里面所提供的提供了一些Web开发 Web开发比如说有Django开发 Flask开发 Ternado开发呀 对吧 因为你做Web开发肯定会涉及到网页了 会涉及到JeraScript了 是不是 肯定也会涉及到数据库了 所以Professional里面的话 它集成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Community的话呢 它只是针对Python 它没有提供那么多 然后所以你在去开发Web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很方便了 可能就要去用这个版本 但是对于我们初期学习 用Community就OK了 那有同学说它还支持一些科学运算呢 其实如果说你要去担心科学运算的话呢 我们倒是可以消除这个忧虑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后期用这个科学运算 其实就是数据分析啊 后期的一些课程的话呢 我们就使用那个Jupyter Notebook那个部分了 所以我们也是不使用这个Professional了 因为我们要做数据分析啊 做后边的一些科学运算的话 它会涉及到一些可视化 那可视化呢 当然是在我们网页上可视化的效果更好 因为我们网页上显示图片啊 显示各种信息啊 会更加清楚明了些 那即使你做Web的话 也是要把网页信息展示在这个上面来去看 所以这个Jupyter的话呢 它就是直接在网页上来进行开发了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从社区版然后来去给大家介绍 对于大家初期学习 不建议大家学这个 但是你装这个跟这个区别是什么 就这个的话呢 安装之后呢 可能占的你的存储空间更大一些 但你又不用Web开发 所以你可以干脆就装一个Community这个版本就OK了 而且呢 它只能试用30天免费啊 然后呢 30天之后你就用不了了 虽然网上有各种破解方式啊 但是那你不也得破解吗 这个大家就可以自行去百度 看一下怎么来去破解这个 这个部分了啊 当然最好去付费 然后买正版的啊 那我们就以Community这个版本 然后给大家来去介绍去啊 如果是Windows的话 那你就直接点Download就OK了 然后在Mac这块的话呢 Mac的一个下载安装包都不是.exe的啊 Mac安装包都是DMG的这种方式的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这些啊 然后呢 那直接Download的 然后来进行一个下载 这个比较大啊 就要稍等一会儿 然后来去看了 好 其实露出这个页面来 大家不用担心 它只是说感谢你去下载这个PyCharm 其实它已经在我的这块 就是在我的这块正在下载了啊 因为它下载的时间比较慢 所以我们稍等一下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下载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下载完了之后呢 它放在我们桌面上 然后是这样子的 我们双击一下 当然我现在是以我的Mac为例 然后给大家来去介绍啊 在Mac这一块的话呢 它就是只需要双击一下 它解完压缩 然后呢 你就把它拖到Application里面就OK了 所以呢我们把它拖到Application里面 啊 我们把它拖到这个里面 好 它正在拷贝到这个里面 拷贝到这个里面 那就完成了 嗯 那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一块来去打开 来去看一下 在这儿的话 大家就看到了有一个PyCharm CE 是不是啊 PyCharm CE啊 然后我们点开它来去看一下 OK打开 因为这个是从互联网下载的 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 然后呢 这当然的话呢 是它的一些建议 然后呢 你就Continue就OK了 所以打开之后 大家看到了这个新版的2021年的这个界面啊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 它会去加载曾经创建过的项目 如果要是没有创建过的话啊 然后这块就是空白的 你可以在这儿选择New Project 可能啊 因为Windows那块的话呢 我没有去安装 所以大家回头你可以试一下 但是基本的情况是一样的啊 如果是Community的话 第一 你是不用去破解的 然后安装完了之后呢 你就直接可以使用了啊 使用呢 在这儿选择 选择创建这个PyCharm的一个项目 因为在Mac系统当中 它是没有盘幅之分的 所以呢 它就默认是装在这块 OK 那就装在这块了 Project 2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当天它使用的这个解释器是Python 3.7 3.7 3.7应该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安装的那个版本 所以呢 大家可以默认就去使用这个版本 就OK了 在这块的话 还有一个选择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选择的话 你也可以选这个叫New Envelopment Using 就是新的环境使用 其实就是相当于使用一个虚拟环境的意思 然后叫做Virtual Env Env的话就是Evelopment的一个缩写 其实指的就是虚拟的环境啊 所谓虚拟环境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就相当于一个项目是一个独立的环境 那这个虚拟环境就相当于在我Python 3.7的基础上 然后呢 又复制出来了一个环境 你可以在那个环境上去安装你想要的各种的资源 但是呢 如果在创建第三个项目 或者第四个项目 或者更多的项目的时候呢 那每一个项目当中的环境和环境就是隔离的 那相当于就是独立的 就相当于你住在01时 他住在02时 他住在03 他住在04 那就相当于每一个屋 他们之间是相互隔离的 然后所以比如说01屋里面来了一个朋友 那对于234的话 他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他们是独立的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个的话 相当于 无论是1号5 2号5 3号5 4号5 无论谁来了朋友 那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屋的概念了 那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公共的大厅 这Python 3.7的话呢 其实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大环境 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客厅 好 无论是谁的朋友来了 那好请坐就在这个客厅里了 那2号的朋友来了 好请坐也在这个 那就相当于 所有你在做项目当中 所有要安装的东西都是装在这个里面了 但是如果装在这个里面行吗 也行 但是在真正做项目当中就会有一些冲突的问题 比如说A项目我需要的某一个版本是1 然后B项目我可能需要那个版本是2 所以他们就有冲突 那你想做2号项目 那1号项目就做不了 所以他们是有一些冲突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 但是在大家初期学习的时候 你还没有涉及到安装一些第三方的应用的时候 你选择这个也是没有问题 那就相当于这个大客厅里面只有我自己 我可能也不会叫其他人来 那好我就自己在这独乐就OK了 也不会对别人造成任何的影响 但是当你后期在做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的时候 那你当然就要去选择一个虚拟环境了 好那我就选择这个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最开始的阶段嘛 所以在这创建 好那创建完了之后 新的版本上每次打开都会看到有一个man.py这个文件 其实这文件的话呢 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介绍啊 或者一个入口文件 就让你能够知道你这能不能用 你可以测试一下啊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块来去运行 然后进行查看 在我们Mac这一块啊 有一个不是很很好的地方啊 当我在这一创建的话呢 它有时候会自动联网去下载一些东西啊 就是自动联网下载东西 但是当它再去自动联网下载东西的时候 在这点右键 然后有时候这块就是灰的啊 就没办法运行 然后呢那你就看一下底下这一块有没有再去下载或者什么东西就OK了啊 当然你如果要是能运行你可以运行测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high patron就是让你测一下这个能不能用的啊 其实这个文件本身的话呢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意义 呃我们接下来来去介绍一下就是这是一个项目啊 就是我们一般做一个一个项目的话呢 那底下就会创建一个一个的包 是吧 这也叫python package或者创建文件夹 然后呢都是在项目这点右键 然后选择new 在new这块的话来去选择python package或者directory directory这块其实创建的就是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我们后期可能会有一些图片放进来对吧 然后在做web项目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文件夹比如说js文件夹 我只是给大家演示啊 然后呢在这一块的话 比如说还有css文件夹等等 那这些都叫文件夹 你就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创建文件夹 大家都知道我们文件夹的意思就相当归类了 就是把什么什么什么都放到这个一类里面啊 好那我能不能创建python文件可以 那我们在这儿就可以去创建一个python文件去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可以输入你的名字啊 比如说我在这儿输入一个test 好那默认的话 它是放在我们的项目的下边的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然后呢去输入信息啊 好那因此我在这儿的话 比如说打印 大家就可以看到pycharm的一个特点啊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每次你输入的内容 它能够自动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比如说我要打印什么 然后呢它在这儿的话 都会给我出一定的一个提示来 然后呢你再去点击右键啊 选择run test 这个的话呢默认它都是英文的啊 如果感兴趣破解的同学 你可以自行去百度一下啊 但是一般我再去用这个开发工具都很少破解 然后都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所以大家用习惯就OK了 所以在这儿选择run test OK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就会出现有hello出来了啊 当然你还可以再去输入其他的一些内容部分 啊其他一些内容部分 好那这是一个py文件 然后呢如果再创建一个py文件呢 比如说这个叫test1是吧 然后呢我在这一块打印一个 wrld叫word了 嗯然后一运行 大家看到就是word了对吧 说test1和test它是属于一类的 我要放到一个test包里面啊 这个包的概念 然后后边我们会讲 其实包它本身也是一个文件夹啊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test 但是大家发现啊 这个文件夹跟上面的文件夹是有点区别的 这个有一个小圆点 这个没有小圆点 那这个里面的话呢 什么才叫包 这个我们后期会介绍到 就是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啊 如果是包 就是每一个包里面都会有一个-init这样的一个文件 而文件夹里面是不存在的 只有有这个文件的才叫包 没有这个文件的就叫文件夹 你把这个东西一删 其实它也是一个文件夹啊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两个文件 然后给它拖到这个test里面来 就是全部选中拖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会有一个弹框 弹框一个叫cancel 一个叫取消 一个叫重构 然后重构就相当把它的结构重新做了一个调整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test和test1是不是就都跑到这个里面来了啊 但是呢你如果下次再来去创建的话 它默认在这一块 比如说我创建这个叫hello 默认它是在哪儿 默认它是在你的项目的底下的 它是没有跑到包里面 如果我想在包里面创建怎么办 那你就在这个包里面点new 然后选择对应的python文件就好了 比如说我在这儿来一个test2 OK大家可以看到2是不是就创建在这个里面了 所以呢你在哪儿点右键 那你new的东西就是在哪儿 然后来去创建的 比如说我在test这块new的 那python文件 那当然它的这个py文件就会创建在test这个里面来了 好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些创建需要给大家来去介绍的 还有它的一个运行啊 所有的运行都是一样的 点右键run 如果你寄快捷键也行 这是我Mac的快捷键啊 然后你点这儿也可以 在这儿可以选择你运行谁 运行test呢还是test1呢 你选好了再去点这块 或者你点这儿也没关系 然后你得先看一下前面是谁 因为你点它运行的就是前边的这个pest文件 还有一个呢就是运行这儿了 这也可以运行啊 比如说我一直要在test1这个上面写东西啊 所以我在这儿运行运行运行那没有问题 对吧 假设我要修改了 比如往后边加了123啊 然后再去运行 那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就是有123就出来了啊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的使用 在哪儿在这儿 简单再来去介绍一下PyCharm的一些基本的设置部分啊 PyCharm在我们windows上应该叫Sightings吧 还是叫Preferences啊 然后如果是Preferences 然后Mac现在肯定是这样子了啊 然后它就会打开这样 打开这块的话 你可以调整它的Keymap Keymap就是它的快捷键 因为你在写的时候常用的一些快捷键 你可能会用到啊 然后在这儿来去设置它的一些快捷键 你喜欢用哪个上面的快捷键呢 那好啊 你可以在这儿 然后进行一下选择啊 在这儿来进行一下选择 在Editor这一块 然后呢 你可以去调整什么 调整一些字体啊 比如说 我感觉现在字体有点小啊 或者有点大 然后我这个的话 应该是我原来版本当中有一些设置 在我安装的新版本里面 它默认就保留了 因为我原来的那个 那个没有卸载 当然如果是18没有关系 你想把它变小点或变大点 就在这儿调就OK了 这叫航高 航高比如说改成1.5 那航与含之间的间距就会变大了 改成1.2就会变小 想用什么样字体 当然这里面字体 都是Mac支持的一些字体部分啊 比如说我用这种字体啊 你感觉哪个 你看着顺眼 你写起来 写起代码来 更加方便啊 然后你就选择哪个就OK了 这个没有说绝对的 你必须要用哪个 你可以尝试一下啊 在这儿点OK或者在这应用一下 是不是 然后点应用 然后那它就应用你当前的这种字体了 然后点OK 那就确认了 我先不点呢 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需要给大家来去介绍的 就是这个部分 好我们打开之后呢 就是任何的一个设置里面啊 它都会有一个项目 后边这儿就是你的项目名 大家可以看到我叫Python Project 2 是吧 然后它在这儿的话也叫这个名字 然后在这儿的话 如果解释器你要感觉不合适 你还可以去调整 比如说后期你可能用到一个云服务器上的解释器 那好 你可以在这儿然后进行一些搭建 然后来去更改它的配置 比如说说 哦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 没有 那好 我可以再去加一个 可以加一个这个coder的是不是 还可以加system就是系统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版本的进行配置 那我们在这儿的话 还可以进行一些包的管理 比如说我里面的某些包我不想要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里面 里面的这些东西太多了是不是 比如说我找到这个request 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想把request这一块 然后给它卸载掉 那好 你就点一个简号 就onstart 然后你想卸载吗 是的 它就会把它卸载了 然后你接下来在这儿 再来去找R开头了是不是 然后在这儿是不是就找不到request了 当然你可以在这儿安装一下 R-E-Q-U-E-S-T-S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一个request 其实你在这儿出 然后点击install package 跟你用PIP安装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就是做成了一个图形的页面部分 然后你还可以去定制版本在这儿 比如说我想下载request的 2.25.0这个版本 OK你在这儿就可以定制版本 然后进行安装 那只要安装成功了 这一块就会显示successfully 那好 那就说明在我的这个里面呢 就request又回来了 所以你在这儿的话呢 可以对你的解释器进行一些调整 还可以对当前这个第三方包 然后进行调整 都可以在这儿来进行一些设置 好了 那这样的话 这些呢 就是我们PyCharm的一些简单使用了 当然还有一些快捷键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文章当中介绍的 而文章当中呢 是以Windows为例 然后给大家介绍的 所以Windows的话 在安装的时候会有一个弹出 是吧 然后在这儿New Project 我感觉这个好像也是我Mac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吧 因为这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记不太清 然后用的是哪个系统 因为是在单位里面 好 大家就是使用的时候呢 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啊 就使用Python解释器 还是使用虚拟环境的 然后在这儿有点新建 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输入你的名字啊 我一看到这个格式想起来 这应该是一个 我现在系统上的一个截图 然后选择它 这应该就是我Mac系统上的一个截图啊 然后呢 选择设置 你在这儿的话呢 输入字体Font也行 点击Editor 然后找到这个Font也行 就是更改字体的大小啊 等等等等 然后输入Hello World 然后点击运行 是吧 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然后后边这一块的话 就是一些基础知识的讲解了 就比如说单行注释啊 多行注释啊 是吧 一锦号 开头就是我们的基本注释 还有什么多行注释 就是使用这种三野号 然后来去完成的 后边就是具体的知识了 这块我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 这些的话呢 就是我们PyCharm 具体使用情况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啊 或者就是直接加我们的QQ 然后来去留言 然后找我去问咨询一些问题 都是OK的啊 我去问咨询了吗 还是进行的 我去问咨询了吗